10月22日位于罗兰岗的雨点艺术中心举办了学员少儿芭蕾ABT考试的颁奖仪式 雨点艺术中心创办人雨点老师和芭蕾舞老师丹尼章 亲自为通过ABT考核的学员们颁发了资格证书 据了解 在9月份的ABT考级中 参加考试的学员全员高分通过了ABT考核 得到了评委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体现了雨点艺术中心的老师和学员们的辛苦付出 APT是美国国家芭蕾舞剧院所开设的专业芭蕾舞考级课程 是当今世界上最系统和完善的古典芭蕾舞考级课程 而美国国家芭蕾舞剧院也是世界公认的六大芭蕾舞团之一 是美国国宝级的芭蕾舞演出团体 ABT同样专注于芭蕾舞教育 教师培训以及考级认证 更被美国国会以法案的形式正式加冕为美国国家芭蕾舞团 雨点艺术中心虽然办学不久 我们是去年的6月6号成立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华人唯一一家有这个ABT美国芭蕾舞资质认证的学校 所以我们的孩子进步显著 在老师们认真的教学下 我相信我们学校一定能越办越好 那么我们的这些等级资质证书一定可以为宝宝们以后的升学祝一臂之力 据介绍 雨点艺术中心开设有芭蕾舞 古典舞 民族舞 成人形体训练 少儿ABT 芭蕾考级等专业课程 同时是洛杉矶华人舞蹈学院中唯一拥有ABT考级资质的学校 学校同时还有书画 书法 乐器 朗诵 合唱 模特走秀等兴趣爱好培养课程 每年定期举办大型艺术展演活动及大师课程 让专家给予孩子们对专业的指导和肯定 并为给孩子们开学提供最大的助力 让每一个舞者能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看得到自己的进步和蜕变 孩子去参加这场考级 其实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觉得就是重在参与嘛 因为年龄还小 希望就是这次不过 咱们下次过嘛 但这次呢 与点艺术中心 所有报考芭蕾舞考级的孩子们呢 全员通过 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次考试呢 确实我也没有想到 他在只是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多的 这段时间的培训里面 他会这么顺利的通过 然后呢 各个老师呢 也非常认真的去负责 孩子平时的这种训练和教学 然后也会布置一些任务给家长 我觉得这样在家里边以后 就是跟孩子也是一项 一个亲子的项目 华夏电台记者 罗兰冈市采访报道